今天做的这一支是金豪的8802 也是观众推荐想看的一支笔 那我就刚好来做一下了 本频道第一支的这个叫罗细吧 应该这么读吧 第一支的一个罗细钢笔 好那首先这样子 我们先来把笔给对比一下一样的 真的第一次那个看见国产的这个罗细 罗细钢笔啊 然后第一眼看到这个笔夹 你们看这里 然后再看这里 好像 然后这里跟这里啊 这个应该也是原型 也是百利金的一些细节 抄的还是挺不错 啊不接见的还是挺不错的 个人还是挺满意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这支笔的话笔帽的话 他没有跟百利金一样 就是 搭上一圈 也就说明这支笔还没打开之前 你就会知道 他的笔握是偏小的 因为他是一体这样子很干净的过去 然后呢 笔的一个粗细的话 应会比M800的稍微细那么一点点 大小的话也小了一点点 那可能应该的尺寸 哪的应该是600的 那个尺寸 就百利金M600的 好再下来应该是插把的关 好尺寸上面来讲 这个尖的话 我觉得呃 146和800的也一样 给大家去看一下 好能看到这个笔尖完完全全小了一大圈 然后即使跟78G的来比 好像就差不多了 但笔尖真的是比想象中 还要小个呢 还是喜欢大一点的这个笔尖 用起来的话 这种小笔尖的话 那好处就是说好控一点 不好处的地方在于说 它的一个外观和形体上面是没有那么的大气 然后配 但是这个工艺 我个人觉得也不适合说非常大气的笔 不然拿Miki也不会把这个笔 就这种工艺放在一个十号肩上 反而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工艺主要讲的就是一个 精致嘛 它就是不像那种金箔那类的那种 金箔那种 它比较适合一些大气一点的笔 就大笔 那这种是更像的是哪种 就把一件M200这种就是走精致路线的这样子的一只笔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重量先 好 那我现在拿上手机这些笔已经觉得有点重了 5 40.5 笔想象中要重不少 即使拔帽的一个重量是 27.7 那日用来讲个人觉得会差那么一点点 那日用来讲个人觉得会差那么一点点 哎呀哎呀 车 拔帽也再近一点点 这有点远了 OK 可以 拔帽的长度大概是121.18左右 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的 呃 比我一样我平常握笔的位置 10.2那果然是想象中一样就是偏 就是应该正常应该偏 正常的应该是OK的 我个人会觉得有点偏小 那因为我用的笔普遍来讲应该都是偏大的一个笔 好那一个 看一下这个笔杆 里面的套筒 哎竟然是白色的这里 不知道他这支笔是怎么做的 真不知道 是不是金属杆的 应该是金属杆 然后里面再套一个防磨钢的一个套筒 好这里刚刚讲过这跟白利金那个很像 那对比就算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 然后上面的这个钉 个人觉得它是做一个金属的 或者做一些比如亚克力的那样 只像万宝龙和白利金那样子会好一点 当然也有考虑过这个是有一个成本成本的原因 然后在笔杆上面加一个这个盾牌 个人从一开始看到金豪有不少笔是这个设计的 看到现在个人觉得还是有点不是很习惯 然后上面这个应该是真看不出来是塑料的还是漆的 漆的摸起来我相对来讲会比较冰冷一点 然后上面的笔环上面有写到一个金豪的这样子的一个 写文了能看到吗这个 来那基本上就这样子那笔帽的就结束了 然后笔杆上面的一个压痕你看就不是很清楚 那放远可能你的一个脑袋可能幻想出来 因为很多人都看过它的一个logo嘛 但现在这么细看就觉得 嗯 说不出的奇怪 这个不这个感觉真的有点不太协调 然后这里的一个笔尾的这个反圆角 然后在一个斜角在网里面收 个人觉得这个不是很协调 就是它应该不是活塞的吧 对 锡墨器的 然后锡墨器应该也是常见的3.4的一个锡墨器了 然后这个部分就不是很懂了 就是它这里基本上整个细节都跟那个百利金的很接近了 但是我觉得就干干净净的一个圈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凸 然后这里又是屏 然后这里里又往拿它那个元素 我就觉得好像在它基础元素上面加了很多的一个东西了 三个都有自己的一个重点 但是抓不到 我就自己从外观上面来讲 一二三 三个细节我就抓不到了 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最多人想看的一个部分 就是这个逻辑 那个人看完那个跟平常的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这个被我之前想做一只 但是一只没有找到 一只很适合的笔 然后拿去给别人做一只来试一试 这样子 这个的 我之前有问过 好像那个人给我科普 这个是叫那个新西兰的那个夜光被 好像是叫夜光被吧 然后我反红色的是什么被我就忘记 他给我科普过 那当当当当就给我科普了红色和蓝色的 我个人是喜欢蓝色的 但这种 这种跟这个有点红点 这个白点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了 然后这只笔也很怎么讲 很那个什么就很有巧思的 你看红蓝红蓝红蓝你看 就是他这个巧思还是有的 然后这个片切起来还是非常直的 然后也很大片 然后这个黑色是本身它材质的问题 你看其实这个黑色是不可避免的 它是肯定会有的 就是他这个新西兰包克 这个新西兰背的那个 就是本身的一个材质问题 就本身它的纹理就是有的 你很难说选到一个就是我完全没有黑色的 这个就有点难 好像红色的就是叫夜光被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当时想过做 然后没想到用哪一只 然后让别人去上漆 然后给我磨 这只不知道是不是漆的 但摸起来好像跟我这只又不是很像 这个可能觉得不是很像 奇怪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漆了 应该漆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那个什么毛痕的 就是这 但我上面看这只好像有一点点 应该是塑料的吧 可能这个是漆的 不好说不好说 有觉得哪一只就比较适合去做漆杆的 那给我推荐一下 叫不是做漆杆 做这样子的一个笔杆的 就这种罗细笔杆的 就哪一只适合哪来改成那样的 因为我不知道拿塑料的 或者拿木头的 然后去做那样子一种工艺的差别在于哪里了 因为这个工艺说实话吧 我比较读 比较读到我的 烧到我的就是都是那个 金宝比较多 反而这个就没有怎么烧到我 因为我觉得就 现在拿回来看 这个背是很漂亮 但是跟笔去配合起来的时候 总感觉就是装饰性它不太够 又没有实惠那种装饰性 然后呢 大气来讲的话又没有金箔那种大气 漆杆基本上就见仁见智 我个人觉得就它的作用不是很大 漆杆的话 这种 所以说像这个工艺的话 我觉得个人觉得会略尴尬一点 那我再放大给你们再看一看这样子 那希望能看得清 那近看是挺好看的 但是这么远看就觉得差一点了 可能是它这样子设计有点一般般 好 好那在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的笔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笔尖的话就是来 还是要这样子反过来呢 好 好那个人看清楚了 好 那个笔上面的一个纹理 个人就是挺喜欢的这个什么 这样子一个纹理 什么文 关中哥有普及过 不好意思 我又忘了 它笔尖上面的这个纹理 我就这个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就很有新现代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下来是这样子一个笔尖笔尖也是个人觉得也是很OK的 就前面源头的这样子一个打磨 然后鞋前面也是鞋面的 那基本上国产笔的打磨方式 个人觉得它是比较统一的 就不会说像日比或者欧比那种的话 就是相差的就不同品牌之间相差这么大 国产的话就这个打磨方式基本上都是很接近的 个人觉得 就现在看都是前面一个鞋面 然后一粒大小可能会有点差别这样子 好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笔尖 然后我们来赶紧上下墨试写一下 这样子 但这支笔好像啊对最重应该是金属这两个好重 好那一个上墨上墨上墨 好多圈啊这个感觉 平常这这上个我觉得三圈到四圈就差不多了 那顶多给你五圈这个好像上了有六七圈呢 这个感觉这个圈数它是比较大的就上墨的这个圈数啊 从早上第一个拍到现在这个墨水总算颜色掉了不少 果然是这个呃用的还是这个绝合饼墨水基本上都没什么变 那反而万年黑墨 然后它这个好像染料墨水没有像极黑的那种那么皮肤那么吃它这个颜色 好一样的 好书写完以后那个金豪的笔尖的话写反正能写 出摸量来讲的话有点偏大但是书写起来还是非常的顺滑 没有沙沙的感觉 没有顿尖的那种主尼感 然后那个滑度可能是干尖嘛那滑度可能不太够 但其实滑度的话跟金尖和干尖没有关系 主要是看前面的那个伊利 那现在能做伊利的那个厂会自己调配方或者本身买现成伊利去做的反正就很少的厂家能做到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 笔尖的前面那个伊利反馈基本上就是那么几种了 因为这个成本原因了 而且买钢笔的人需本身也没有那么的多 好然后再下来的话这根笔的话金豪的杆总是有一种非常好的机会属性 笔尖的话怎么讲呢写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个人觉得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怎么说特色在那边反正写都能写就很平常的一个笔尖 不会像那个618那种突然按键来给你来个很钝的一个阻尼感 就钝尖那种阻尼感反正就没有那样子一个特别的感觉 或者龙的EF的现场EF啊现场EF的那种就是那么特别的阻尼感 那既然就基本上防用没有问题就是能这么去讲 今天的话只有一只没办法给你们讲说品控怎么样 没办法说像78G那种说啊我三四只然后对比那的确随便买三只只的确是有差别啊 那所以说啊评测就到这里了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那或者是说有什么我漏奖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